放了心脏支架 要吃一辈子的药吗 有没有药物替代心脏支架 和冠状动脉大小手术的呢 很多人是有误解 就是他说觉得我下了支架 我就得一辈子吃药 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需要吃药这个事儿 是因为它是动脉周围硬化 就是冠状病本身这个疾病决定的 而不是说你下不下支架我就需要吃药 你不下支架你也得整成吃药 不然的话这个血管的病变它会进展的 那么这个所说的这个下了支架 这样的病人一般来说 都是因为血管的狭窄程度是非常严重 或者是突然发生了急性行动 把血管堵死了 或者高度的一个狭窄 我们下了支架去把这个狭窄的解决 来改善它症状 这只是第一步 那么我们所有这样的病人的基础 都是要通过药物来防止它这个 再形成新的血酸 或者是这个病变再继续进展 所以说呢就是药物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 而不是针对于支架的 做完身上支架可以跑步吗 支架会不会掉出来了 这个支架我们要想给它放到血管里去 我们是通过器械输送到血管 我们要给它弹到这个血管壁上 压到需要处理这个位置 是通过器械需要十几个大气压 把这个支架撑开之后 才能弹到血管壁上 这个都不是我们手工的力量 能达到给它打开的 我们需要有个压力泵 然后打个十几个大气压 那你想这样它压到血管壁上 它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所以说你通过跑步 成功什么 这些运动都不会让它掉下来